据说有家常在大街上的小坛 把小小的杂串卖得爆火 做得好吃不说 还满街飘香 据说靠的就是老板吃便的7746家杂串店 以及闭关9982天 潜心研究下来的配方和独家密集工艺 那么一串平淡无奇的杂串 到底能够玩出什么样的高度跟花样 下一步将会用详细教程 为您一分解 那么首先第一步是制作一款 核心的飘香傻尿 制作飘香傻尿的第一步是配组核心的香料配方 这组香料配方是根据炸串的炸乱食材而量身打炒 具有真香 去除意味 除臭 渗透 等等功能比较齐全的香料组合 接着将香料倒入铁锅当中用小火锦煸炒 煸炒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出香料的香味 使其香味更加浓郁 同时炒至干脆过后便用下一步更好的粉碎 接着用机器将香料打粉 尽量打细一点 这样分布得更加均匀 且不会有明显的颗粒感而影响口感 下一步准备黄豆300克倒入铁盘当中 将黄豆不平不匀 这样能够充分均匀地收热 接着上烤箱 三下火180度烤10分钟 将黄豆烤至四面金黄 焦香过后取出 接着继续在铁盘当中准备花生米200克 核桃转入50克 使其枪上加香 继续上烤箱 三下火180度烤8分钟 烤至四面金黄焦香过后取出 然后取得花生跟核桃的耳皮 去皮锅再加入腰果80克 使其香味再上一个层次 继续在托盘当中加入蒜片80克 洋葱是160克 同样上烤箱 改三下火150度慢烤 直至烤至成金黄的葱酥跟蒜酥取出 继续准备新香脂兰50克 金黄花椒各5克 上烤箱转上下火130度 烤至发焦除香过后即可取出 最后准备白芝麻30克放入头盘当中 上烤箱转上下火180度 烤至金黄酥吹过后取出 那么所有材料准备集圈锅下一步开始粉碎 简单的粉碎 同样也是一门技术火 根据各种食材的不同属性 先将黄豆放入粉碎器当中建议打粉 黄豆粉尽量粉碎的细一点 这样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接着再将蒜虫酥倒入粉碎器当中建议粉碎 粉碎过后取出装盆备用 而油脂较重的花生 核桃 腰果 则不建议进行机器粉碎 而是装入布袋当中 用锅半敲打成细末即可 这样能够防止打粉过后油脂沾连 而且略出的颗粒会让杀达的香味体现得更加浓郁 再将花椒跟紫然发入石油当中 将其捣碎 捣成出颗粒的状态即可 这样香味会更加的浓郁厚重 继续将白芝麻倒入石油当中 将芝麻捣碎 捣成芝麻破即可 也就是将芝麻刚刚捣破皮 这样香味更容易体现 释放再出来 那么所有材料准备起来过后 下一步开始调味一种橙 再将其拌匀 随着翻拌 各种香味得到充分的释放 真正的做到的满物质飘香 那么一款香都无法形容的杂串 专用撒牛调皮完成 下一步制作一款核心的飘香刷酱 将所有材料放入碗中 接着拌匀 拌匀过后在锅里面加入一小勺色拉油 然后将酱料倒入锅中 该小口进行熬制 并且不停地铲动锅底 防止酱料粘锅糊底 此步地主要是为了激发出 各种酱料的香味 并且将各种香味整合 融入一体 充分地激发出酱料的香味过后 加入清水一斤 用于稀释 接着再倒入咖喱粉30克 搅拌均匀 使其充分地融入一体 继续用小火熬制个三两分钟 使其充分地整合 融入一体 等酱料熬制浓潮 有一定的微微挂勺感过后 将酱料出锅装满 成品来酱料集合了多种香味 具有一个独特 又能的符合形香气 下一步调配一个脆皮糊 将所有材料放入碗中 然后倒入跟所有材料重量 成1比1的精髓 搅拌均匀 搅拌的时候 一定要从不同方向进行搅拌 防止加面糊搅置三斤过后 影响脆度 那么三种主要材料 准备一圈过后 下一步开始准备杂串食材 由于杂串的食材包容性及其广 所以也称得上是万物皆可以炸 因此完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进行适当灵活调整 也就是不想吃啥 就准备点啥 接着再额外赠送两款 价值 是早点必点的猪排 跟鸡排 首先准备新鲜的猪领机一块 新鲜的鸡胸肉两块 接着将猪领机顺着纹路进行改刀 改刀成3-4毫米的肉块为最佳 这样的厚度就能够充分的入味 同时口感跟滴润也能够发挥到极致 接着将鸡胸肉改刀成同样厚度的肉块 那么接下来再调味 就根据一斤肉的重量为标准 准备冲姜水120克 既能够趋意增香 同时又能够补充水分 下一步进行调味 然后将调味料拌匀 使其充分的融化 这样分布得更加均匀 再到处准备好的猪排跟鸡排当中 抓拌均匀 这一步一定要有耐性 直至水分充分 彻底吸收 那么带着调味料的纸水渗透过后 就能够让猪排跟鸡排更嫩 同时更加入味 接着加入淀粉时刻锁出水分 然后抓拌均匀 直至肉排上降为止 接着将肉排布放平整过后 封上薄酒模密封 接着放入冷藏室当中 进行冷藏5到7个小时 第一次将肉排定型 第二次让水分完全的停留到肉排当中 这是让成品肉排更嫩的核心关键 冷藏好了过后将肉排取出 再用锁钱将肉排穿起来 穿好锅放入面包看当中 让肉排的每一个面都能背面包看覆盖 让肉排的每一个面都能背面包看三连 那么一块大大的肉排准备完成 下一步准备炸串的油 炸串的油尽量采用菜籽油 这样炸串的香味跟色泽会更棒 接着下入少许冲将限制短杨存实 开小火慢炸 充分的炸出料头香味 此不出准时给油料起到一个去除油腥味 增香的作用 同时油料吸收一股淡淡的苏果香味过后 还能够给油起到一个解力 让炸出来的炸串油而不腻 将料炸炸至金黄焦香过后 过滤到粗 接着继续将油温保持在六层热 接着将需要脆皮的食材放入脆皮壶当中 裹上薄薄的一层 接着放入六层油温的油锅当中进行炸 炸炸串的油温是优异核心关键 既不能太高 否则会快速炸壶 同时也不能太低 否则不能起疏 而且还会吸收过多油脂 导致油多生力 将其炸至四面金黄 脆皮壶起疏过后 控油出锅 再过滤掉脆皮壶 收铲就下来在炸炸 只要脆皮壶的比例用得对 残炸会恢复其味 再将不需要脆皮的食材放入油锅当中 炸至断层过后即可控油出锅 以此来保障最佳的口感 下一步将大肉排放入油锅当中 第一个面炸至15秒钟过后方面 炸肉排的火候跟油温是核心关键 这也是保障肉排限量多汁的又一关键点 那面过后再一次炸大概15秒钟 让两个面的成熟度完全达到一致 炸至成熟过后即可将肉排出锅 将所有食材炸好锅 下一步开始裹料跟撒料 先将没有底位的杂串食材 均匀薄薄的刷上一层 飘香刷料 再来上一把核心的灵魂撒料 作为完美的点缀 再将已经腌制入底位的猪排跟鸡排 只需要来上一把灵魂的核心撒料即可 那么被封省了的街边第一串 油炸串串串制作完成 同时我相信如此缜密详细 硬核的制作教程 一定能够感动到 极少数的看客老铁 为主播送上一颗免费的大大红星 与支持跟今后的鼓励 当然不愿意送到老铁 也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成品的杂串 早已被它的美妙生枝 跟诱人独特的体像 馋得跟屏幕前一样 口水已经咽了好几尺 来上一口 外酥 里嫩 那小香味 让你一口上头 酱料跟撒料的完美配合 可以说是做到了恰到好处 大肉排 同样也是做到了外酥 里嫩 肉汁鲜嫩多汁 香味满口乱串 杂串的香味 口感 得到了完美的缩写跟体现 可以说是常在吃货们无处可逃 那么最后这款杂串的味道 就一个只形容 绝